好 接下来我要进行所谓的资料清理的交讲 还是在这边这样看会比较好看 请问一下乡镇市区它是文字 交易标的文字类型 然后门牌号这就是地址文字 那请问你土地移转总面积平方公尺 这一定是小数对不对 可是它现在是不是靠到左边去 所以这就是必须要做资料清理的 请问你如果你把它定义为文字 可是你现在又要来拿它做计算 这会产生错误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要先学会把文字 就把它视为文字 数字就把它视为数字 那你一定会问说 为什么它会变成文字 因为CSV的特色 它把每一个栏都存成文字 它存成文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它可以尽可能的保留所有的资料 所以我要把这个小数类型更正回来 这就是资料清理的最简单的一个解释 好怎么做资料清理 一常用 二转换资料 这个转换资料就是资料清理 二点下去 然后它其实是会去打开Power Query编辑器 我刚刚是不是点常用转换资料 它就跑出来无标题的Power Query编辑器 接下来 我所谓资料清理 像这个资料ABC有看到 就是资料的类型 它就可以分小数 整数文字日期 那我们现在去看 请问这个是不是 对不对 第二个乡镇市区正确交易标的正确 这个也是正确的 好请拉过来 这边是不是都是正 这个就不正确了 所以请把它改成什么 小数 如果你要还原很简单 就直接把这一个自动帮你写好的程式删掉 它就还原回来了 可以吗 为什么要记录这些我所有操作步骤 是因为当你后来日后 你会为新的资料 例如说第三季 2022年第三季资料 请问这些 你现在做的资料清理 要不要整个重新做过一次 都要 你就不用再浪费时间来去做资料清理了 然后请您注意 刚刚是不是整个都是绿色 整个都是绿色 代表它是活用的 可以使用的 那可是现在你就变成了什么 里面包含了错误 就是有一部分是正确 有一部分是不正确 对不对 因为它已经出现那个error了 所以你要继续做一件事 所以我们要清除error 总共11个档案有11个这个地方是错的 可以吗 所以就点 要小小心 箭头尖端点这个红色 然后移除错误 它就变绿色了 这以上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资料清理完整动作 分享给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